那么佛说了 念头从哪来的 念头从业里 业变现的 阿列耶三系相 第一个是业相 第二个是转向 第三个是境界相 境界相是五指 转向是念头 它从哪 从业相 业是什么 业是 波动震动 科学界也发现 能量 特别是现在科学界 讲宇宙 万有从哪来 血音定制 弹琴的血 那就是波动 这个说法 跟佛经常讲的 非常接近 佛经上讲 宇宙的缘起 是一念不觉 不觉 就是不动 觉是不动 不觉就动 称这个为自然现象 那么这个动 就是米勒菩萨的报告 所说的 一秒钟 1600兆次的 频率 波动的现象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里面 产生念头 念头产生物质 所以物质从哪来的 从念头来的 念头从哪来的 从波动来的 波动 不是真的 那为什么 他们有 不能说他开始 也就是佛家常讲 不生不灭 为什么 生灭 你找不到 你说他生 他灭了 你说他灭的 后头又生了 是有生灭 生灭的频率太高 你决定找不到他 佛为什么知道 佛是从禅定当中知道 绝对不是一个人 大臣经上讲 八地以上 都看到了 八地菩萨 你在定中 你会看到这个经济 你完全了解 你一点都不模糊 所以佛家用的是内构 不要用仪器观察 也不必用俗修去推算 不行 直接看到 漂亮 这个东西 没事 绝对 都是 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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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